中山少林学武功 大家好 我是老二次游阿克手龙哥哥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看过 《哪吒》这部国漫作品了 这部影片在剧情中 塑造了哪吒和敖饼之间的爱情 不 友情 这种故事的思路 让人眼前一亮 不过据说到2021年 哪吒要重新回归了 不过这次回归的是 3000年后投胎转世的哪吒 新分神版《哪吒重生》 这部影片的故事是讲述了3000年前 分神版结束后 人神共遇大劫 哪吒的一缕魂魄逃脱天罗地网 投胎转世 最后变成了现代的机车少年李云祥 哪吒和敖饼的恩怨 并没有因为时代变迁而改变 敖饼以及他身后的东海龙族 在3000年后找到了哪吒 这是他们要在东海市一绝生死 所以影片中的哪吒又是一个旧城的英雄 只不过这次他是现代人 带着一群哪吒的元神 大战龙族 拯救东海市的子民 所以这就是现代版的 哪吒就城堂关吗 这部电影上映的话 龙哥哥还是会去看的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 对这部伯伴作品有什么样的期待 有什么看法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龙哥哥哦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关注点赞 并在评论区给龙哥哥留言 龙哥哥会翻到你哦 请不吝点赞